伏盆打外送員 雖然穿著制服 但16號這天不接單 集體罷工要對薪資心智 表達不滿 你一個月跑一千單好的話 大概實際是領八萬多 如果你現在跑一千單的話 大概實際都領 大概六萬多而已 這次改我大概少了兩萬多吧 實際點餐仍有外送員 接單下午兩點三十八分 點餐預估三十七分鐘送達 不過時間變來變去 最後等了大約一個半小時 等到下午四點十四分才收到 有些人罷工啊 我從特別跑來 我也是一級罷會啊 這邊沒有人跑嘛 那我跑這個再當類實際 沒參與罷工的外送員 抱怨連連罷工 全因為不滿FuPanda 更改遊戲規則 因為過去外送員 每筆訂單費用六十元 加上廣告費十元 共七十元新制上錄後 改為每單四十到四十五元 加上廣告費用十元 和接單獎金五元 共五十五到六十元不等 薪資下滑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一 接單獎金也不是人人有 外送員現在硬起來 不只要組成工會 跟和業者進行首次協商 我們希望他確實 落實承攬這件事情 如果他覺得他是承攬的話 請確實落實 因為很多小細項的部分 包括他改這個新制的部分 美共氏不排除發動抗爭 現在雙方持續協商 渴望彈出好結果 三位新聞林昆棋李宜 聽張哲瑞 林良縣台北報導